阳光充足 新鲜蔬菜排列整齐 仔细看看蔬菜水分含量高 清脆香甜 但回顾四个月前的马不多大岸农场 还是荒芜一片 在志工轮班细心照料才重新生机 丰收的还有这一块宝地 梅图西拉大岸农场 小番茄果实累累收成如何 由亚马郡长亲自见证 自力更生的成果感动人心 郡长跟着志工的脚步 把刚摘下的蔬果捐赠给刺激照顾户 考量疫情因素 许多家庭直接在门口放置盆子 志工送来的蔬果足够吃上好几天 他们也看到了 让他给他财也接下来 他有什么地方 他们还能辞尽 他们有过来 为客人的我必须 他们可以分开 他们去吃 贝族 并然你不想吃 他们要烹饪 然后替他们还在心里 就在豆腐 我们要吃 还是 做出你的东西 兩座大愛農場接連豐收 也讓志工開始尋覓新農地 特別挑選在靠近河邊的土地 以變農作 細心耕耘如同讓希望扎根 才發現善與愛已經在心中萌芽 大愛新聞 張善美聚工 莫桑比克報道